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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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秀珍房美容SPA 然後我是陳秀珍 然後目前是這邊的負責人 也是店長 音樂 保養的部分來講 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在從頭開始 從頭開始就是你清潔保養 其實是最最主要的 然後再來你完整的 課程完成的套組的部分 其實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在沒有時間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是我們最家裡的保養 從頭卸洗去角質 然後化妝水這個部分 然後當有時間的話來到店裡 我們做的就是套組跟課程的部分 我覺得這些是完整最重要的保養指導 音樂 最大的影響是家裡在做這個 最大的影響是家裡在做這個 原先是自己的姊姊在做SPA 可是她是在鄉下 那後來接觸了之後就一路回來二十幾年了 我們的店的理念其實跟一般的房間的 其實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們店的電格不在於銷售 推廣 然後所以說我們把客人訴求的就是很溫馨 拿到店裡就是很安心 然後很放心的交給我們 然後把整個產品跟我們想要給客人所需要的東西 然後就會把它呈現給我們的消費者 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來到店裡我們不見得就是一定要以勞壽的部分為主 所以我讓客人一直覺得說 你來到這邊就是放鬆休息 這個特色上來講的話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給客戶是一個很溫馨的環境 那再來一點是 我不會以外面市場的景氣如何來影響到電格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的特色最重要就是客人進來他是開心的 他回到家裡的時候 他會想到我們 然後會想到說我來修正房這邊是可以很放心的 很安心的 是最大的重點 那產品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一直以來都是以Sotis為主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的 讓我會想把它換掉 所有的產品的結構性來講的話 我也都沒有質疑過 所以說這麼多年了 二十幾年了 其實我用Sotis的產品大概有三十年有了 但是在二十幾年的經營Sotis的產品之後 我覺得這個產品是真的很穩定 然後它在市場上它都有變化 它不會像一支商品從頭到尾都沒有完全的變通 但是我們的主要的法國原廠料其實都有在調整 因應時事、因應社會、因應市場 那所以說給我的客戶我覺得是一個很安心 它從頭到尾我都沒有發現過 產品的品質有什麼不同 不好 就是有什麼變故 或者是說我今天出貨來到店裡的時候 交給客戶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是變質了 或者是說油水分離了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很安心 所以很多的同業都問我說 你為什麼還要再用Sotis 你怎麼現在還在用Sotis 那我就跟他說 它哪裡不好 可是我就因為Sotis而茁壯 我就因為Sotis而成長 所以它這個市場面是相對 我覺得是真的很不錯 其實它有一個很好的效應 就是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放過 所以它穩定很夠 穩定很夠的情況之下 客人用久了 他從我們看了5年的Sotis 10年的Sotis 15年的Sotis 之後他會跟你說 好我用用看 用了之後就很有效果 所以或許我是用時間來證明Sotis的好 可是對於客人來講 我覺得他們會覺得 他們會認為它的穩定性怎麼那麼夠 然後也是跟百貨公司來比 比較性來講的話 價格又很親民 所以說並沒有覺得 它哪裡是不好的地方 我是比較推薦我們的先體去角質 我們先體課程的去角質 雖然Sotis在身體部分 目前比較弱 可是其實我在20年前接觸的時候 它是身體比較強 可是現在姿勢上來顛倒 顛倒來講的話 應該是產品的部分 因為以前的Sotis 是以海藻類為主 然後他藻類後來因為環保的關係 所以都停產了 我覺得很好的一點是 我們在法國有自己的地 開創了自己的農地 這樣又有花又炒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 所有花果系列的 我都覺得它是一個真的可以推廣 因為一年世紀不同的花雨跟花果 我認為這個是公司最大的一個不同的點 所以它不斷的每年都不一樣 我沒有看過一家店一家商品 它是每年一年世紀都有不同的商品 因為這也有可能是原物料的關係 那所以說這兩個課程 其實我覺得是我們店裡一直都沒有停過 其實我們店裡什麼課程 通通有Sotis的排毒預料 然後超導水立方 還有剛剛他們有提到的青春 其實這些都有 我們幾乎都有做 還有V型提拉 客人都很喜歡 而且每個客人 有每個客人他需要的 然後我們都幫他做客製化的需求跟安排 我保養的秘訣其實就是非常簡單 我在家裡會用深層去甲脂 我其實天天洗 天天當洗臉用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我比較沒有在用化妝水 可能是年紀的關係 以前是有用化妝水 以前的套組跟我現在在用的套組 有一點不同 那不同的地方在於就是 年紀 對於我們的皮膚上也會有所改變 所以我目前在用的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基礎 所以現在用的無痕的精華 然後還有我們的奧秘霜 128 然後我都一直在用它 因為我重用了它之後停不了 我曾經停過之後 後來又拿回來用 我覺得說它沒有一樣的產品 可以讓我皮膚呈現光澤 那可能是因為隨著年紀 隨著我需要提拉緊實跟光澤度來講 這一品商品其實就是整個完整 最完整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並沒有多擦其他的 我們的計畫是做結合 比如說一般我們就是護膚跟身體 那護膚跟身體來講的話 其實在半沙龍店其實是很小條的 那我們應該要做一些護膚的結合 比如說美甲跟彩妝 那彩妝的部分 我因為一直以來做在做性命 所以一點都沒有在斷過 所以彩妝的部分來講 這是在我們店裡面很基本 那美甲的部分跟美睫的部分 慢慢的結合進來 其實以後我們的店隔就會完整的 複合式的美容師棒 那我還有結合一些經絡 所以我們的美療師 美容師 我們都有考一些整腹師的證照 那把這個部分結合進來之後 它會更不一樣 因為我們不是要跟外面景氣 跟外面的市場去拼多 我們只是要給客人 他們想要擁有的東西 那這樣子再拓展下去的店 那就是非常的穩定 然後沒有所謂的 就是做得好或做得不好 就是一開門 我們就是都有客戶 所以說我陸陸續續經營的 這兩三店下來 都是OK的